上海人与病毒的战争开始了 这几天在我的周围 已经不断的听到有很多人被病毒感染了 被感染的人有的在上海本地 也有在中国其他城市的 包括那些乡村的小城镇 看来这一次的病毒的海啸 已经真实的发生了 已经遍布了全中国 当我听说周围的好多人都被感染了 我突然发觉 我自己似乎变得另类了 我当然不想被感染 我听见每一个被感染的人都说 那是一种非常难以忍受的发烧 浑身疼痛 无法入睡 这样的难受感觉 绝对不是每个人能够轻松面对的 也不像某个中国的防疫专家 所说的那样简单 事实上绝对不是跟感冒相似 看来中国防疫专家们 从来就没有正确的时候 不能相信他们 最近听到很多中国人发烧了 但是他们买不到退烧药物 他们是不是都是因为相信了那些 无脑专家的安抚人心的话呢 与此同时 我们也不断地听到这样的新闻 有很多药房的经营者 主动向民众赠送散装的退烧药 宣赠这么说 他们希望这样能够去帮助到 更多的急需要物的人 我们也听到了上海的某个社区的居民 自发地拿出自己的药物 分享给社区的其他的居民免费取用 这一次 政府似乎不再是财大稀疏 因为 我们没有听到政府给市民派发退烧药 我们应该为那些普通人点赞 由于他们的互助和分享的行为 能够支撑所有的人渡过难关 这些天 缺少药物的同时 整个上海还缺少快递员 很多快递公司的人员只剩下正常的一半了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快递员都被病毒感染了 从昨天开始 已经听到新闻里说 各家快递公司纷纷紧急招募临时的快递员 以充实运输能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广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已经听到的有北京 上海 江苏 重庆 这些地方的政府号召市民做兼职充当快递员 在今天的晚间新闻里 我们还听到了另外一个令人暖心的消息 上海的黄埔区政府设立了关爱一战 安排那些牵手在各家医院里的医务人员 入住定点的宾馆 这样能够为这些医务人员提供更多的生活上的照顾 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已经被病毒感染了 有的正在发烧 但是他们依然在坚守岗位 今天 上海的一位有强大攻心力的防疫专家张文宏说 上海的疫情将会在一星期内达到峰值 我不知道应该把这个紧急的预测 看作是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不过 有一个结论是不需要再预测的 那就是 这段时间以来 几乎全中国人都无法正常上班了 所有的人不是正在被病毒感染中 或者 就是等待被感染 似乎这一次谁也躲不过的 只是时间的先后而已 想到这个话题 突然有一个不祥的念头浮现出来 如果全国人民都被迫无法正常工作了 这个世界羌会怎样 确实无法想象 我们十四亿中国人 已经准备了三年 最终却要在缺少基本药物的情况下 去跟病毒抗争 对于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来说 这是一场无准备的战争 我会负责的告诉你 现在你在中国看不到在超市里抢购食物的人群了 所有的商场里 几乎看不到太多的顾客 所有的人都在互相防范中 即将到来的中国新年将会是怎样的呢 No I'm not g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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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m not giving